他像我法王 太伟大了 真的成佛了 恭贺大王 王后有喜了 什么 王后有喜了 直到静动王五十余岁 摩阉王后四十五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怀孕 你有喜了 不觉将近十月银盆 王后此番却天必成待斩 定要事事小心 保重身体 多谢大王 如果不是遵循习习 要被娘家生孩子的话 臣妾真的舍不得离开大王呢 本王又何尝舍得离开王后女儿呀 只不过国事繁重 身不留己 实在是不得已了 则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王后在孤女的陪伴下 动身回居立国天必成梁家去分宁 图中经过加皮罗魏城和天必成交界处一个大花园 名叫蓝皮尼园 只见花园里繁花似锦 彩蝶纷飞 景色燎人 来到一棵郁郁聪聪聪的无忧树下 惊动了胎气 就在树下生下了太子 夸 rein人 获心 示威来紧 王后宾宁愿拳下太子 尊敬第阿斯托一语 您是权威的智者 今日你初见太子 为何先笑后哭了 大王 今天能亲见太子 是我的荣幸 不能够见到太子成佛 教化世间 所以我背上落泪 佛陀成佛 太子他是不会享受 现在的奢华生活 将来一定会出家 修成佛果的